人潮急急急 高雄巨蛋商圈 百貨公司內出現大批人潮 而且到處都可見到國旗 不論是頭髮 插著小國旗做裝飾 或者是穿上國旗裝 國旗帽 各類國旗小物應有盡有 很多的這個韓粉 結束這個遊行之後 也有到場來住進這個觀光 我們就是今天專程下來 單純就是要過來 然後餓了就一定要找東西吃了 一整天參加遊行 不少民眾累了 再加上受到膠管影響 部分契機車無法進出 民眾只好在遊行結束後 湧入百貨公司的美食街 稍坐休息 有比平常好嗎 有 今天都是韓粉來買 很顏色 真的人潮真的很多 香噴噴的麻油雞 民眾一買就是一大袋 旁邊美食街座位全部客滿 因為遊行利利之變 帶動百貨公司生意 就連瑞峰夜市 也能見到許多韓粉 從哪邊來的 花蓮 結束遊行之後 就是來促進高雄的校費 對 最主要是挺韓 當然也要帶動這邊的一些 庶民的小街 大概有預估說會比平常 禮拜六還要多多少 可能會多個三成 天還沒黑 不少韓粉在遊行結束後 搶先到鄰近的夜市大塊朵頤 不論是章魚燒 炸魷魚 都能見到國旗畫面 攤商也趁機搶賺這波遊行財 記者潘穎文 高雄報導 哈 タイ